首先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墙体 然后添加一段弧 让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250的墙体厚度 在这里 我们将它摆到我们的柱子上 我们可以通过二层平面来看一下它的位置 在这里没有 那我们就直接摆到我们的柱子上 摆好了之后我们发现它还有一圈弧形的走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一下绘制 我们来直接提取它的弧形 提取这一圈线 对它进行一个拷贝的分离 然后 再来绘制里面的这一圈 调整点 调整点然后对它们进行焊接 对它挤出一个厚度 这里可以挤300 让它和墙体有一点进退关系 在这里我们发现 因为刚刚我们重新绘制的在后面 分离出来的线在前面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的 线进行一下调整 将它们调整 将它们调整到同一位置上 对点进行重新的焊接 然后对它们改一下材质 门头基本做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墙体的两侧有漏缝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补墙 我们可以直接在顶视图上来绘制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CAD切换到一层平面 在这里进行补墙的操作 调整一下点 挤出3346 更改一下颜色 这边同样的补一面墙体 这边同样的补一面墙体 对它进行挤出 摆放位置 一楼的墙体建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建二楼的墙体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有一个墙面 然后有我们的窗户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一楼的墙体 然后开出我们的窗栋 我们绘制 还有这边有个摆页的位置 你开一下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墙体 然后将我们的平面切换到二层平面 看一下位置的摆放 更改一下颜色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上面的正面墙体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进行绘制 将冲动的位置打开 在这里有个装饰的板页 我们可以进行绘制一下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点 然后对墙体进行一个挤出 在二层平面上摆对一下位置 更改一下材质 接着再来绘制这一面墙体 开出窗洞 在顶视图上摆放一下位置 调整它们的点 对它进行挤出 更改它的墙体颜色 同样的来绘制窗 同样的来绘制窗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下面的进行一个复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下面的进行一个复制 将位置摆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 这边可以直接复制进行修改 为中央在这里 我就是讲三层平面上摆 在这里我们将是重拐риг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玻璃的大小 切好了这两面墙体之后 我们在这里还要挥制一下它的一个装饰摆页 将它摆放到位置上挤出300 然后挥制它的摆页 我们可以挤出20的厚度 在侧立面上 来摆放一下位置 我们可以旋转一下 大概来摆放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摆页的材质 可以将它们成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顶视图来观察一下 在这边还摟了一面墙体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补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墙体和它的平面有一些距离 我们在前视图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是已经画好了的 所以可以不用修改 直接来挥制墙体就行了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改一下它的材质 改一下它的材质 在这边露空白的地方到时候会是屋顶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基本做好了 做好之后 现在我们来建最后一个立面 东立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视图切换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一面墙是没有窗的位置的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顶视图来直接绘制 我们开简直推出 这个叩动在这里 然后我们反复地 拿不出来 有点多一点的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多一点的支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点 然后对它的高度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高度 同样的我们可以通过用圆来进行测量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它的高度应该是和旁边的这个墙体高度一样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下测量 2米75 更改一下颜色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这边的墙体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可以通过领视图来进行绘制 我们可以通过领视图来进行绘制的墙体高度一样 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点 可以先对它进行挤出2米75 然后将窗框的位置留出来 调整一下它的点 然后我们来绘制这边的正面墙体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看到它有一个进退关系 我们还是分开来绘制 在领视图上来进行绘制 调整一下它的点 调整一下它的点 同样的我们来补齐一下它的墙体 我们来补齐一下它的墙体 调整一下它的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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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材质的附加 我们去看更新移民主体